香港在耐辱性抗菌的行動計劃和策略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7月已經出了一個報告和行動計劃 無論在人類的耐辱性抗菌和動物 我們都有六個範疇 有很多不同的建議 一直在做功夫 所以我們亦有一個高層次的督道委員會 去看我們整個策略和行動計劃 應該是怎樣去推進 所以如果在香港來講 這個工作就已經按部就班在做的了 當然我今次來到衛生計生委 都有和國內的衛生計生委 李斌主任和他的同事 都有去分享我們在香港做過這個行動計劃的經驗 亦都得知國內他們亦都很重視這個公共衛生的問題